各位媒体的朋友 稍后我会简单说几句 然后请我们建制派的每个党派的代表都发言 然后最后再回应大家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建制派的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 亦都是回应泛民主派和郭荣康议员昨天的一些言论 我先说几句 我要铺斥郭荣康昨天的言论 首先就是港澳办和中联办是中央履行对港工作的两个机构 所以他们对于香港反对派去拉部揽炒 阻碍内会运作和阻碍立法会运作这个情况 他们去发声是理所当然的 而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是维护香港和中国的安全 维护中国的主权 也都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 所以当香港的议会是出现了半痰瘟甚至无痰瘟的情况 中央去发声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郭荣康议员昨天他说议会没有痰瘟到 这个是混淆视听的说法 他说我们的拨款依然可以批得出 但是他没有说给市民听 我们其中立法会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立法和审议法例 这一方面因为内会的停摆 因为郭荣康和泛民他们揽炒 所以完全是做不到任何审议法例和立法的职能 完成了审议的法例不能够恢复二读 亦都不能投票 这个怎样会是一个正常运作的议会呢 所以郭荣康议员的言论是欺骗市民 我先讲这三点 请其他的议员做一个补充 叶太太 我想讲是郭荣康和公民党说中央政府干预香港的事务 违反《基本法》二十二条 完全是误导和刻意错误解读《基本法》 因为根据《基本法》通过的拖心 30年前1990年4月4日通过的初心 是说明落实一国两制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 领土完整和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 所以如果香港出现了一个暂代主持 内务委员会会议的人 是开了14次会经过半年都不能够选出主席 令到正如陈克勤说 有14条代立法会审议的法案不能够上会 有三条 有四条完成审议 有几条完成审议 对不起 是三条完成审议不能够上会 另外有很多重要的法案 是首读二读之后也不能够处理 其中包括多个法案是牵涉 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强化我们保险业 船舶租赁 飞机租赁等等的工作 是严重损害香港的经济民生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负责指导和支持 落实一国两制的部门 是有责任发声 撥乱反正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 中央政府经常说 中央政府干预的言论 完全是误导市民 想说 好 河葵哥 刚才陈克勤议员 都说了 是对于郭荣幸议员 和他的党团 所谓就是駁斥 港澳办和中联办的说法 是混淆黑白 是完全是不公自破的了 因为立法会的主要职能 刚才叶太也说得很清楚 是有关立法的方面 无论是新定的法例 修定的法例 附属法例 是一定需要有内务委员会的 这方面 半年都未能选出内会主席 这方面工作已经瘫痪了 但另一方面 有关财务方面的工作 是财务委员会 所以那方面 是 幸好 我们的陈建波主席 我们的陈正英副主席 都是努力地做他的工作 所以 反对派 就将财委会方面 做的事情 就来掩盖 他们是没有令到立法会 停摆 这种方言 是不公自破 但是我们都要在这里清清楚楚说出来 是让市民知道 他们这种的 这样的说法 是绝对是荒谬 也是欺骗市民的 另一方面 在财务委员会 在财委会 负责的工作 实际上都是很严重地 受到满炒拉布的拖延 是以基建工程为例 这几年的拉布 形成的恶果 根本不单止是我们业界受虑 是市民都受虑 财务委员会 由十月开始到现在是四月多 一方面就是受疫情仰陷 很多会议都不能够很正常进行 另一方面 实际上到现在 在公务工程的撥款方面 还是追紧落后 追紧去年 公务小组通过的千十亿里面 大部分都未能通过 在上一年里通过 财委会由十月到现在 都是一直追落后 追落后都未追完 新的项目 其实通过的都是很少 所以其实这种满炒拉布 是不单止是令到 内务委员会的工作 是完全停摆 实际上 连其他财务方面的撥款 工程的批核 人质方面的批核 都是大受阻言 这方面我们都要强烈选择的 好 我想讲五个点 第一就是港澳办和中联办 都是负责中央对香港事务的一个沟通的 陪道和桥梁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对派一直拒绝沟通的 所以 由港澳办和中联办去发声明 用媒体 用社会的舆论作为沟通的平台 都是 无可避免的一个方法 所以 港澳办和中联办去做它应有的工作 同时 亦都 只能够这样做 才能够继续沟通 现在大家是 即是 隔空 大家互相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认为 有关的做法是恰当 而不是干预 因为大家都看到 既然说香港要有言论自由的话 其实应该任何人都有它的言论空间 但是如果反对派要用双重标准 即是说 郭荣克和黄之锋之流 多次去美国 要求美国收回香港的特委关税区 以至到就人权法做一些制裁行动的话 这些是实际的干预 而不是说两句就是干预 现在是实际叫了美国人来 对付香港 他们才是干预香港的内务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要强调的 关乎到全港 以至到未来的人妇的 僱员修订条例 即是延长产假的条例 在内会被把持的情况之下 迫不得已透过大会表决 然后交给人力事务委员会去处理 但现在人力事务委员会的反对派 但仍然用了第一个会 都是在斟酌一些程序的问题 并无意去进入讨论 都是拖慢了全港孕妇的权益 另外第三 就是在说 郭榮鏗很明显在转移视线 就说他是跟着议事情序去召开这个会议 但坦白说 如果一次会 两次会 大家都当他不懂事 但现在拖了半年了 绝对不是巧合 绝对不是不懂事 政府的一个压迫 一个政治的压迫 所以反对派是处心积累的做 而不是偶然地做出来 所以这个 麻烦他不要再转移视线 另外最后也要提一提 提一提就是 希望他清楚明白自己宣誓效忠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而不是其他国家 麻烦 先委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内会自上年十月到现在 其实它是失去了它的功能 导致我们立法会 特别在立法方面的工作 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 以至即将要做的 委任终审法院法官的工作 其实都不能在立法会里面正常展开 而今早他们提及到 其实他们是瘫痪内会 是因为《国歌法》和《23条》 这个很明显 也是一个逃避责任的讲法 因为《国歌法》 其实大家知道 法案委员会经已完成審议 当时我亦是负责 这个法案的副主席 而在法案委员会里面 其实我亦都见不到反对派 很激烈的反对 我亦都不见不到他们 作出一些什么实际的修订 所以可以这么说 再加上《23条》立法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政府 亦都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时间表 所以 其实反对派在今早所提及过 因为《国歌法》和《23条》的问题 而瘫痪内会 这个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其实大家都看到 反对派自修例事件以来的一些做法 就是一直推动这个揽炒的行动 又推动这个三把 纵容掩护这个街头的暴力 无视选举的暴力 去贪图这个短线政治的红利 而最近更加公开是要挟立法会 就是说 若果他在换届选举里面过半数的话 他们将会否决所有政府的议案 法案 以及撥款 这些企图 是瘫痪我们立法会的运作 以至影响将来香港特区政府的功能 而第三点我想说 亦都是关于 刚才叶太所提及到 有关反对派去攻击有关港澳办 以及中联办 是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这个条文 我相信反对派议员 一是就是他们刻意去歪曲 理解这个二十二条的条文 一是就是他们根本对《基本法》条文 是不求甚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呢 你翻开任何一本 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律书籍 你都会清楚是见到 港澳办、中联办的角色 和其他在我们内地里面的部位 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其实呢 自回归之后 特区政府是直合于国务院 国务院行使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管轄 虽然一般来说 是以国务院的名义进行 但是并不意味着呢 所有具体的工作 都是要由总理啊 或者是副总理呢 是事必公亲 又或者是要由国务院的全体会议 或者这个常务会议呢 是通过 根据国务院的组织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呢 其实国务院的总理 是可以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 来协助总理自己呢 是处理各方面的工作 而港澳办正正就是 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呢 是根据这个国务院的组织法 所制定的一个机构 专门是代表 国务院的总理呢 是处理港澳的事务 所以是明显地 这个的港澳办呢 其实 和我们基本法第22条 所提及过其他内部的部位呢 是有所区分的 这一点呢 其实 反对派议员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清楚 还是刻意去误导我们的市民 我也都希望呢 大家 在理解基本法的条文的时候呢 必须要 是全盘 从一国两制 去了解我们的条文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将来呢 是很难 是幸运志愿的 这个一国两制 我所表达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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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想指出呢 是 郭榮鏗濫权在先 超过半年他利用自己主持人的身份 阻止内委会选出主席 这个是他摆明是拖垮立法会履行基本法之下的职能 这个是他揽炒在先 现在他抹黑港澳办中联办所谓干预 他根本就是他想转移视线 遮掩他这种悲劣的揽炒的恶行 那我也都在说呢 就是说 就算在议会的层面 我都认为呢 应该要考虑对他提出不信任的动议 那这个呢 就是我补充的 麻烦 我补充说 陈林芬妍 是 嗯 事实上呢 郭榮鏗的揽炒行动呢 反对派的揽炒行动呢 就令到很多附属法例 没有办法 在立法会里面去进行一个正常的审议 而当中呢 陈淑庄为什么会聚40人去酒吧那里 而他在这里声称自己不犯法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审议 而他自己 都没有办法去知道限聚令的详细内容 那所以呢 连他自己都在这里叫 就是说政府没有说清楚啊 其实在立法的时候 附属法例 正正就是给我们议员去问清楚 说清楚 整个内容 那所以呢 现在反对派的这种揽炒行动 其实影响是整个社会 整个议会 甚至乎整个我们香港的一个法制的 立法的过程 那所以呢 这一件事呢 就绝对不是他们所说 是他们是按照议事规则 其实议事规则根本就没有给权 去主持 除了选主席以外的事 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过去我们 一直是有提醒郭榮鏗 你不要再濫权 但是他是完全 漠视了我们所有议员 对他的提示 那所以呢 我认为 都应该要对他 所以他就是一个 即是绝色的台阁 那是 他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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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提到 不尚同意 你们串制派有没有开会谈过 想着什么时候提出 还有是否会 未来会修改议事规则 因为有些报道说 你会修改议事规则 有没有说谈过 什么时候会做到 在今届会前 我想对于郭榮鏗 他在这儿阻碍议会 运作呢 我们建制派的议员 是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首先我们都会是 去信给现任的大主席 和上一年的内务委员会的主席 要求他们去处理 现在这个这样的死结 因为其实大主席 也都有这样的职能 他也都有这样的责任 是让我们的议会 去正常运作 那至于不信任动议 又或者是在 在议事规则里面提出一个讨论 所有的方案 我们都会去考虑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我们的议会 恢复运作 你们贊不贊成 政府警望这个国民坑 有些人说它是 违背誓言 有些人说公职人员 是不是失当 立法会议员当然公职人员 他开14次会 搞半年都算不了主席 各位强话齋 当然不是说 只是自己论盡 那么简单 但至于公职人员行为 不当是一个普通法的罪行 不是明文法 他的行为是否涉及触犯这个罪行 就要由律政司决定 因为根据《基本法》 所有刑事检控都是律政司负责的 那么大力点 贊不贊成 我们贊成政府 应该严肃跟进 但你会说 the office thing has gone too far 是指定 some momenters could have cd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也说会去封信 即是给大会主席 以及前的内部主席 我具体希望他们可以做什么 因为主席今天出来讲的时候 他们说只能够暂时跟回议事规则去做 那你们那个要求 有没有希望文君園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要求很简单的 就是令我们的议会正常 可以审议我们的法例 而内务委員会 会尽快选到主席出来 所以我们不会排除任何的方案 包括刚才议员讲的 不遂任动议 或者在议事规则里面去提一个讨论 但是你要明白 议事规则去提一个讨论 如果真的要再做一个修改 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个似乎是一个远水 并不能够救到现在这个近火 但是我们看到 拖延委员会主席的产生 并不是只是在内会出现的 而是在各个事务委员会 选举的过程里面 都曾经出现过 所以这个选主席的问题 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方案 去彻底去解决 那公会期之前有没有信心做一个 就是修改议事规则 我们尽力去做 想问一下 会否考虑 只要可以日文 或郭榮鏗违反了誓言 会否考虑这一个方法 去司法企图和审议 法例问题 我们也不会排除 想问现在你们算是没有方法 阻止郭榮鏗继续主持会议 会否就是说可能 叫内部去选 反而由他去主持 内部委员会 我想呢 你说这些都是一些策略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 要是有一个机制 去解决这些一路即累下来的问题 所以始终都是要 在我们的议事规作委员会 里面是有一个方向 或者是有一套正确的做法 就会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在说 议事规则 我们去定立的时候 都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 如果有人刻意地去濫权 不跟那个议事规则去做的话 其实它是有很多空子可以去转 但你会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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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再说 像我的共同 有很重要 我们将来来去 联系长 加密决定 我们也会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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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合作的委員會和監獄 所以我認為 Legico的總裁要再探索規定規定 幫助我們找出逛逛